这次的影真的是冤家怒窄 刚刚进来军营 居然呢 第一个撞见的是李武林 第二个呢 撞见刚刚和自己手下的老兵对战那个 居然就是徐梓晴 见到徐梓晴望实自己的眼光 直情好像想杀了自己 哎呀 搞到我们的晚明哥 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办 整个呆浪 那个老兵呢 因为刚才戴着面罩的 显然他都不知道 和自己对打着这个 居然是名满天下的大华第一奇女子 我们大华首席的军师徐梓晴 徐小姐 刚才林将军 还叫自己出行全力 当对方的突怒人那样撞过去 那现在还撞不撞呢 将军啊 你现在怎么算好啊 还撞不撞啊 哎呀 这阵时你还问了你这样的问题 真是认真够醒目啊 你 林曼明想一想 冷静一声 带出一副凶狠的神情话 劈 为什么不劈啊 记住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你的敌人 不是女人 你看 喂 你的敌人走了 还不快去追 原来这阵时 徐梓晴听到林曼明这么说 咬咬嘴唇 执起头盔 另转身 飞身离去 由始至终 一另转身之后 就再没另转头了 你没灵体都不够行灾乐祸了 哎呀 你云好乐 嘿嘿 林大哥啊 我保证一下 我姑姑今晚回去呢 她那只林三啊 一是要挨皮鞭 一是要挨肚饿而已 豈有此理啊 这个臭小子 说清楚点不行的吗 她那个林三啊 又哪是我这个林三呢 望着那老兵很奇怪的眼神 林曼明一下子大汗临离 都不知道怎么解释好了 立刻赖了李武林 就退出了这个练兵场 喂喂喂 阿武哥仔 这个徐小姐没事出来 打什么架呢 哇 是 刚才多危险啊 几乎打死他了 李武林就说 你放心啦 打他不亲的 这个演武场啊 就是他摆出来的 你都不想想 徐姑姑啊 真刀真枪的战场 都不知道上了多少次了 又怎会被那些小场面吓掉啊 我想啊 他就突然间见到你 分了神 那才输啊 哦 原来这种实兵演习的方法 是徐子晴的主意啊 再想想 昨天他想出来 救自己的机关 啊 这个徐小姐的聪明才智 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一路走 好快就来到李太的碎营前边 李武林就不敢进去 细细声说 那 林大哥啊 前边就是爷爷的军营了 你进去啦 记住记住啊 千万不要忘记提我的事啊 啊 障碍何人献话 忽然之间 李太的声音 在形象之中传出来 都不知道多么威严啊 李武林一听 吓得令转身 就立刻飞快地走去 金灵林三 拜见上将军 林晚宁大声地认住 啪啪啪啪啪 一阵盔甲走动 在形象之中 一行人急急地走出来 走在最前边的 正是百发瘡瘡 穩重如山的老将军李太 后面几个 拿着配刀配剑的武将 一个个英武非凡 一望下去 就知道个个都有几度的了 见到林三来到 李太眼里 闪过一阵惊喜的神色 好 你终于来了 劳夫总算没失望 我就知道 你肯定会来的 各位 这位就是明满天下的林三 林大人 我想大家都听过他的故事了吧 特勞人的博士陆东震 就在他手上赤了底 百年教育都是几乎被他一个人剿灭的 哦 林大人 久仰久仰 后面一帮将官就立刻向林晚宁抱拳致敬 但是林晚宁一眼纳他 这帮人的神色 有些是好恭敬 有些是非常不舍 看来都不是个个禁服的林三 不过说起来也很容易理解 你林三虽然说剿灭个百年教 但是百年教在这帮武将的眼里算什么呀 只不过是那些一般性的土匪 都不是什么正规军 最多呢 就带上黑社会组织的那样 但是他们长年在边疆 和外敌作战要对阵的 都是凶狠之极的突炉人 可以说这两种将都不是同一个层次的 所以这帮猛将对他有些轻视 也都是情有可原的 林晚宁也都不介意 普普拳而已 哎呀 认真惭愧 小弟本来应该一早就来的了 因为家里有点事 所以这样才来迟一步 各位等了这么久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众人一听 哈 不然你眼望我眼 大家都不知道讲什么话好了 喂 他们现在聚集在这里 商量的怎样抗击外顶 这个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来的 啊 这个林晚宁 他居然就敢用家里有事来做藉口 敢来担国家大事 看来啊 天下间除了林大人就敢敢说之外 其他人是哪敢敢说这个藉口啊 只不过 李泰明白 能够找到林晚宁来到 绝对不容易 所以他也都不是介意那么多 一手就拖着林晚宁的手 走入衰章 我们大家都为国效力 怎用睡什么迟早 来了就好 是啊 阿子 林三来了 你不出来 和他见一面 在形象之中 挂着一幅巨大的地图 上面是写满各种大大小小的字迹 标明各处的方位 而且呢 胡博山脈啊 都用不同的颜色 就画了出来 描绘得好精细 徐子晴这个时候 正是站在地图前边 双眼定了神地望着地图 好像对于李泰的说话 一点都听不见似的 这个时候 一个年轻的将军 就走出来细细声说 袁瑞 徐小姐正在想着破敌之策 不宜打扰 林满荣看一看 只见这个年轻的将军 三十凌岁左右的年纪 体泰呼应 皮肤白症 真是一表堂堂 李泰吾一声 好了 李同阿子都不算外人的了 一会儿大家再见面都是一样的 林满荣干笑两声 哪敢答后啊 怎么知道就在这个时候 听到徐智晴说 袁瑞 请你把这个人赶出形象 嗯 赶人 赶 赶谁啊 林满荣四周围望了眼 见到众人都望着自己 有些人的面子上面写着 同情两个字 有些呢 已经是成副幸灾乐 那样的样子 现在都是我们抗敌大军的统粹将领 那当然可以信赖了 但是唯独新来这个人 他既不配刀又不着夹 在我们军营之中 又没有实跡又没有虚险 在我们现在正在商量抗敌大计之制 为了保守秘密 应该将无关人等 请回出去 哎呀 徐智晴这么大顶帽子 虽然是有些报复之言 但他说得 也都算是有些道理的 因为 现在林满荣挂住的 是朝廷一个 护暴侍郎的闲职 那这个是文职来的嘛 照道理来说 他根本都没有资格 参与军事的讨论的 虽然他在军队里面 都算是有些威望 但是无职无权 说你这个不相干的人 那也都没有说错的嘛 李太少少说 牙子的意思本税明白 好像林满坎那样的人才 请得几乎请不来 又怎能够请出来之后 被他在那得闲无事 一边闲战呢 我早就向皇上请了圣子 我准备委任他 他做我大军的右路先锋 核下有暴骑神机三营六万人 各位 有什么意义 李太一说这番说话出来 众人都不敢吃着惊 是 这个林三在山东打过一场胜仗 但是百年教这些普通匪徒 又怎么可以跟凶汉的突路人相比呢 林三找匪 或者是有些他的经验的 但是北上抗战 这些是大兵团作战来的 他之前都没上过一次 一礼就做个右路先锋 那行不行 刚才我好英俊的将军 想一想 他迟了一下 想一想 终于开口说 袁帅 中才认为 敢做右待商局 是 这位林大人 虽然明星在外 是山东也立了战功 但这次的敌人 不是什么百年教 这些突路人 不单止马战 被俄军要胜上一筹 加上 他们的凶残狡猾 也都绝对不是百年教可以相比 右路军 是我们大军的一把尖刀 尽要开拓 退 要防守 一定要对敌人 有个偷切了解 这样才行 在这方面 林大人似乎差点经验 所以中才认为 请林大人 在就路先锋官之下 做回个副参谋将军 将来日有战功 再加提升 这样也不迟 这位将领 真是讲得有些道理 林晚宁大兵剿灭百年教 在一般人眼里 就觉得真的立了一件大功 但是 跟这些长年 在边关打仗的将领相比 这些战事 简直是不值一提 但是林晚宁听得有点不舒服 上次在山东 随位都请我做了个参谋将军 哦 今次 李老兄还要在前面加个副子 以前都听过话 参谋就不带掌 放屁都不响 自己做不做的右路先锋 有什么所谓 但是 难道你这帮人以为 我真的来这个军营坐冷板凳 尿尿啪的就算 不过 林三哥呢 他为人都比较耍脱 虽然他心也不是那么舒服 但是笑了两声 也都不是那么介意 这个中裁的提法 其实也都代表了 现在军营里面 大多数将领的意见 因为 这个林晚宁的经历 的确难以服众 李泰林 看着自己左边一个红面大汉 李泰林说 左邮 你是左路军的统帅 你讲下你的看法 这个左邮呢 身材灰雾 四十几岁 已经是非常成熟老练 一听利太地说 他就说 抹杖根大岁这么多年 袁水看人的眼光 你从未有错 我想 你既然敢说 你那林兄弟 必定是有些真本事 所以 带完岁才 这么体重他 但是 中裁老帝的说话 也都算是有些道理 林兄弟的年纪轻轻 一上来就做 右路统帅 如果他没有 那些真本事 这样 恐怕 始终都会有些人 不服 到时候 袁水你为难不再说 连林兄弟的自己 心恐怕都不会这么安乐 今天很难打得好仗 大军之中 讲多无谓 凭本事就最实际 左某是个粗人 所以说话 就直了点 兄弟 千万不要见怪 说完这番说话 他想林满明抱抱拳 神情都不知道 多么爽朗 这个人直长直肚 够耿直 喜欢 我很喜欢 林满明他自己 搞阴谋诡计 算是有一套 但是他真的很喜欢 好像左右 这么耿直的人 听到他这么说 拉着他的手 哈哈大笑 左大哥 什么说话 有什么见怪不见怪的 我既然站在这里 就已经将条命 交托给各位 如果给左大哥 几句说话 即时谷住自己 这样还上得战场 到时候都不用人家说 我都拖得掉 就浸死自己 众人听都不如 吓吓大笑 这个林满明几句说话 说得虽然粗魯 但是 对这些君佬脾位 在军营之中 大家一向 都是粗言粗语的了 见到这个新来的林将军 这么在行 大家渐渐 就对他没什么格核 有点亲切的感觉了 李太小笑话 阿子呀 你是我几十万大军的军师 你这个右路元帅 你怎么看呀 徐子晴飞快地望了林满明一眼 然后另转身说 这个新人 在和敌人作战方面 的确是差点经验的 不过听说他都有一点小聪明的 现在大军就来出发了 右路先锋 一直都没决定到人选 那不如将就下 袁瑞 徐小姐 中裁将军忽然走前两步 说 末将中裁斗胆请命 袁大令右路大军 和敌人血战 请袁瑞 小姐 任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看到这样的情形 林满明还不明白吗 原来这个叫做中裁的将军 自己有想头 想按下林满明 原来自己做这个右路元帅 看看这个中裁将军 年纪虽然不大 而且相貌堂堂 也不知道他有多少真本事呢 千万不要得个样子吧 虽然现在讨论着他的职位 但是 他心情是最放松 因为他本身 也没有这么高期望的嘛 李泰这个老军头 一生是精箭沙场 当然明白 如果硬硬任命林满明 恐怕 众人就不会心服的 而且 这样做对于众人 对于林满明都不公平 嗯 中裁 你是张门世家 又是左路的副统领 武艺兵法 倒算不错 你的右路先锋官 本帅曾经也都考虑过你 至于林三呢 他大兵有方 三军效命 而且头脑灵活 日向 对有些奇谋妙计 你们两个人 可以说 各有所长 嗯 半岁都很为难 既然是这样 不如 阿子 你出条题考下他们两个 等大家做个评判 谁答得好 就由谁来做右路先锋 好吗 这样的办法 挺好 大家讲真本事 各人做评判 又公平又公正 众人都一起点头赞同 林满荣 即使很欠慨的小事 说 不好了吧 带兵打仗 本来就不是我自己专场 我都没想过要做什么右路先锋 以前在山东的时候 我都带点凉草兵 那次 给回火头军我 那我就已经满足了 众人听得 哈哈大笑 不过有些人听出 林满荣这番说话的意思 是 你说林满荣打百年教很简单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他当时带的是什么兵 是那些老弱残兵 组成的粮草军 用这样的班底 居然打赢了百年教的精兵 这下 大家自问 都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 所以他虽然好像徐徐扁扁 说了两句说话 却是一下子提醒了大家 咦 林大人打那场胜仗的认真不简单 左右都很赞赏的 望着他一眼 推堂就以为是谦虚了 如果做人这么没自信的 在战场上 人家怎么会放心 将条命交托给你 徐子晴哼一声 但是这番说话都不知 讲给谁听 只不过 讲完之后 李太人很奇怪地望着他一眼 徐子晴当同发现一红 踹低头就不出声 阿子 踹低头做什么呀 现在是要你的军师 想考试的办法 徐子晴想一想 这都说不上考试的 只不过 我这几日在沙场演练 还有一些 觉得不是那么明白的地方 想跟大家商量一番 袁帅 中将军 还有这位新来的将军 请跟我来 哎呀 没名字你叫吗 居然要叫新来的将军 那算是怎么办 林晚宏真的有点哭笑不得 这个徐子晴 现在好像专专和自己为难 这阵子 连李太太看出来了 他专专落后几步 走到林晚宏身边 拍拼他肩膊头 林三 你和阿子搞什么鬼呀 去山东的时候 你们不是相处得好好的吗 哎呀 老将军 喂喂喂 说话不要乱说呀 什么我和他相处得好好呢 你知道了 我有老婆的了 乱说什么呀 你和我老婆 习惯阿子什么事呀 林三 不要说我事前 不要说定给你听 阿子 我当她是我亲生女那样 如果你够肯吓她 我疾于 就是声水型 斩了你 李太虽然白发瘡瘡 但是 以她的忠心威望 可以说 无论哪个 都绝对不可以轻视 林晚宏真心服她 被她骂了两句 但她心里觉得更加亲切 老将军 有一件事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李武宁他 你这个小子 居然找你来做碎客 那又不是碎客的 我只是想 到底怎样的李武宁 才是我们大家都想见到的呢 是一个太平时间的后夜 亦是一代千古名将呢 老将军 你有没有想过 李太眼神一闪 这句说话 正是讲正她的心 唉 这个臭小子 真是识贱人 居然找到你来做碎客 好了 林三 你只要讲得服阿子 就等她去啦 我都管不住她了 不过 如果你带她 无论如何 你都要捏她出来 就算战死了 我都不想她欲没我李家明星